不好意思 我們開始錄影了 你知道嗎 你怎麼還在吃橘子啦 你怎麼去橘子在吃啦 你準身讓我看一下 你就漂亮了 哪有 台灣的水果 台灣的水果厲害 真的 而且以前小時候都不知道 台灣水果厲害 但是你去國就會發現 台灣水果超切鹹 你知道嗎 明明是西瓜 你跑去國外吃西瓜 就是不一樣 不一樣 尤其是芒果 台灣的芒果比台國好吃太多了 誰說 有吃有比較 台灣的水果吃完之後 你到國外去 不管去夜市 或是去國外的餐廳吃 或者是拿到裡面 他們去拿去料理 那個水果就是沒有台灣的味道 對 少會 你剛剛講到 芒果 我覺得泰國芒果也OK 對 當然是 也OK 但是有一次我去沖繩 沖繩人跟我說 沖繩的芒果比台湾好吃 我 他也不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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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我們差不多吧 差不多是吃的 那差不多是吃的 吃飯扣哪裡 吃飯扣哪裡 我貴了 我貴了 好的就是我 我最愛水果 就是 外套菜 就是那個香酥 好好吃 我很愛 那講到水果 我會覺得應該是 荔枝也還不錯 哦 對 對 台灣荔枝也很好吃 但到為什麼要扣分呢 對啊 為什麼九十分 因為我以前我是住台中的 那台中的話 就是你到 然後山上會有那個 烏肥 就那個黑葉 很好吃 很豬汁 荔枝 一個品種 一個品種 試試的 然後那個 到南部 會有那個玉盒包 也還不錯 對 但問題是那個 到台風一來 怎麼樣子 就減產 那減球會代表什麼 會代表最好吃的水果 會貴 試試 但是 你最好吃 不一定吃得到 會到 新加坡 或什麼東西 會吃 吃吃吃的 所以 我在台灣 我知道有這個東西 在這裡生產的 我想吃 但是 我吃不到 所以 公公扣 十分 最後給你九十分 我給你一百分 太棒了 你真的要找到 四十年了 他還在捧場 因為我覺得 最近沒有恐怖 比較少一點 你到底說 怎麼看 他還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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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去台灣水果 真的很棒 因為我去 這裡天氣就是剛剛好 這種水果剛好 又很熱 然後有那個 十度 十度 所以裡面的水分 每一個都是 滿滿的 你看像我們德國 真的很可憐 我給你看一下 這個其實 這是我們 所有的 德國自己身上的 水果 就是 就這樣 就這樣而已 全部都這樣 對 就是這樣 不是太冷了 對 因為 又冷又乾 所以他根本沒有辦法 吸很多水 都是那種小果子 對 那果子就像很多 你看這些都是小果類的 然後這邊 比較大一點的 可能就是 洋梨吧 蘋果 梨子 對 然後一個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講 水蜜桃吧 對 水蜜桃 Pish嗎 然後 對 Cherry 就差不多 就這幾個 所以我覺得 對 我們 當然是我們什麼東西 都買得到 但是都不是我們自己的 但我覺得像 如果在台灣的話 這兩個就是很 很受歡迎 一個櫻桃跟 真的 你的那種都好好吃 這個在這邊就超級貴 那我們那邊是 而且你的都好大顆 很大顆 對 然後就優勢 這個是真的是比較甜的 OK 其實我相信 日本的水果跟那個 蔬菜就很棒 很棒的 很好 但是我還是要不得不承認 台灣是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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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 中類就不一樣 水果 台灣最好吃的是 最好的是 就是 對 所以一樣好吃 比方說日本的 其實通常的芒果也很好吃 哪有 你有吃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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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那個水分 沒有 你們那個水分很少 對 但是重點是 而且又很貴 而且又很貴 你們講 都差那麼一點點 對 你們就是有這麼一點 真的芒果也很好吃 但是我都 看了那個價錢就傻眼了 就是 一顆一千台幣 一丟也一顆 所以在日本是芒果 算是高級的水果 好鮮 就是不只芒果 還有那個 哈密瓜 哈密瓜一樣 因為太貴了 所以不是我們就平常吃的水果 那是這個送人的水果 所以你們平常都吃什麼水果 平常就便宜的水果 還有橘子 橘子 應該是便宜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對 實話 應該的 我覺得 因為先講好的 為什麼90 因為台灣的 該大又大 該小又小 妳又來了 該甜又甜 該酸就酸 就是 例如西瓜 你們這麼大喝 泰國人來 看到台灣的西瓜 夭壽那個是西瓜還是東瓜 所以你們西瓜多小小圓圓的 我們都是這樣 你們沒有長的 最大了 沒有 沒有小 你們有小玉西瓜 賣黃色的 小玉西瓜我們有 但是 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然後我們黃色都不會買 來到台灣看到黃色 我們都不要買 那妳有吃過嗎 台灣的超甜超好吃 對 然後這個是西瓜 對 然後為什麼我會過分 因為還有十分是 你們太少熱帶的水果 都會進口六顆三百塊 超貴 超級 有一天我去 要去海湖那邊 然後看到有一台車 看到遠遠的 看到好像紅毛丹 近看 對 紅毛丹 好高興 來到台灣 那麼久 看到紅毛丹 我一定要買來吃 我說這怎麼貴 還是買 如果說在泰國買那樣 應該二十塊我就吃了 在台灣 哇 兩百多 兩百多 沒關係啦 我很久沒有吃了 就買 超難的 超難吃的 當然是你們進口的 也是你們的啊 因為我們種不出來啊 沒有 我抗議這個應該是 台灣硬種出來的 沒有 真的 台灣真的進口 台灣冷凍了 是你們的 你給我加十分嗎 那是你們的 沒有 不是 因為我覺得泰國的 芒果吃法很多 跟我們比起來 對 他們有很多 對 然後我們的 熟的黃色的那種芒果 我告訴你 你們的台灣芒果不好吃 你才不好吃 真的 為什麼 不是我一個人講 然後有一次我朋友來 出來 你再講一個 然後我就介紹 台灣吃果超好吃 一定要吃 看到什麼都買來吃 除了一個 然後他就 誰說的 不相信我 來… 他不相信我 他就買了 你知道嗎 買一碗這樣子 人家銷好了 一百多塊好貴喔 一百多塊 他就說 一百多塊我來了 我不相信你 他就吃了一個 一個 然後他就用我一笑 你們要吃嗎 怎麼可能買 我來的芒果 但是芒果 還是都做過太久了 愛溫 愛溫 不是 你在哪裡買的 你在哪裡買的 不是不是 故意給他 這很好吃的芒果 為什麼 我講印度的芒果才好吃 大家認到一個 大家認到一個 印度芒果站起來 提醒我 這個芒果的種類 我不知道 台語是噴在台灣很多 可是 比較好吃 印度芒果比台灣比較好吃 印度的芒果 台灣芒果這麼好吃 韓的芒果 我們都沒有吃過印度的芒果 對 我們想說一下 穿過去吃好好吃 你可以形容一下嗎 印度芒果吃 是好甜還好 吃起來像咖哩嗎 OK 你也是很像咖哩 你不只能這樣超越 台灣的芒果 又不然呢 沒有 出台灣 突然的時候 如果你買到很甜的芒果 就是看影氣好 可是我印度是 沒有買到不甜的芒果 不可能 怎麼可能 那時候根本都沒有味道 你們這些有沒有胡說 沒有胡說 你說印度芒果很好吃 那如果台灣的芒果 在你心目中是幾分 如果跟印度比比較起來 沒有 我現在住在這邊 那我沒選擇 但是我沒有選擇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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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買的時候 它不一定會好吃 就是那時候買的時候 給你分 好 跟巴士分好了 好高喔 太高了啦 好啦 OK 好 所以你覺得 泰國芒果比較好吃 對 泰國芒果 我們的比較好吃 台灣的有給二十分 一個你們麵子而已 下次我們就在泰國 我過年就在泰國 我去直播吃一個芒果 不是 因為你們芒果有一個味道 就是芒果香 就芒果香 不是 芒香啊 它有錯過錯的味道 算 不聊 明明就很好吃 對啊 你們其他人有去過泰國嗎 有 有吃過泰國芒果嗎 有 我請問 那我問你 你覺得台灣的好吃還是泰國 我們都不會申請 我跟妳講 上個過程 菲律畢跟台灣跟台國 對 我覺得實際上最好吃的芒果 就是每個種 不一樣的味道 就是看你們想要吃什麼 譬如說那個 芒果那個飯 就是你需要用台國的 但是如果你直接吃 就是看你的味道 就是看你喜歡吃什麼水果 你怎麼好像發言人 對 我還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 沒有理解錯了 謝謝 因為我要分 我去台灣的芒果 更好吃 真的 就台灣的 更好吃 還不錯 但是你到泰國去點 台灣的芒果飯 更好玩 不是嗎 你要這麼去點 好玩 你怎麼說 泰國糯米飯 是啊 怕鳥摸摸 是啊 這聽起來有點類似那個什麼 比較好玩 好可愛 你看看 你看看那個阿福 他的臉有多酷 我是台灣的最好吃 台灣的最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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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的朋友 是是 他是 因為他第一次到台灣 他剛來 他後面就跟我講 是他是到了之後 那一直有聽說 那個台灣有很多不一樣的水果 就很期待的水 那你到台灣你下機場 你一定會看到 就很多燈很亮的地方 很多攤子一定是檳榔 但對我們來說 在美國就沒有檳榔這個東西 對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小小圓圓很可愛的一個綠色水果 這是我們看到的 這是什麼東西 還有人在買 就是好吧 他覺得好 我去買 剛好那天他也才敢去面試 他第一次面試 這樣子好 我就路邊去買這個水果 所以買這個水果之後 然後他上公車就開始去補這個檳榔 這樣子 他之後後面就這樣子吃 那很多人在看著他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吃 因為他不知道外國人 我們要回去 他就這樣蹲下去 他就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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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在看怎麼 他說 哇真的是台灣人 外國人真的很 人覺得很新奇 他在看著我這樣子 那個事情在看著 他覺得我很新奇 所以後來他 他下車到那個地方 去面試這個學校 他叫歪語 那我們在美國是 東西沒有吃完 就是沒有禮貌 那第二個是 我一定要好好表現 不是嗎 所以我到這個學校 一定要告訴他們 你不用擔心 我很會融入文化 我不怕台灣的美食 怎麼樣這樣子 好妙喔 他就坐下 把那一包 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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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嘴巴也這樣子 後來他去面試 怎麼樣 然後在過程中 有人就問他 這個冰冷的事情 然後他才發現 其實這個不太好 對 這不算是可以隨手去拿 那個不是 是是是 但後來就覺得很丟人 後來在歪線那個工作 也沒有拿到 這個樣子 然後就發現 歪七這個東西 是也許不一定要怕 我覺得他的朋友 繼續買 而不是因為水果 沒錯 因為是有小女生 對 因為我來台灣之前 沒吃過百香果 所以來台灣之後 才就吃到這個水果 對 然後有一次在台灣 我去那個水果店 那個時候老闆就說 有百香果 要不要吃 要不要吃 這個就很好吃 所以 百香果 我就沒聽過了 他說 那個就很簡單了 你就回家 然後就把它切開 然後就用那個湯匙 就挖出來吃就好了 對 原來如此 所以我想的是 那個是奇異果的樣子 那種水果 對 然後呢回家 那自己就用刀子 就切開之後 才發現 不對勁 怎麼好像都在裡面 就是什麼貴的東西 因為就只有裡面說就是籽 全部都是那個籽 哪裡有果肉啊 對 籽那個旁邊有周圍 有一些果肉 好啊好啊 我就 就一顆一顆就先吃 然後就 品嘗就 果肉的味道 不敢 所以就 馬上就 馬上就吐掉了 因為我不知道 那個果肉的籽 就可以吃 所以我就就是吃 好日式的吃法 好痛 煩死了 煩死了 後來我就放棄了 但是我知道它的感覺 我喜歡喝白香菇茶 但是我討厭一個吃白香菇茶 所以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或者我一顆一顆一顆吃 覺得 台灣人做人耐力太強了吧 怎麼麻煩的東西也可以吃 很奇怪 可是他們講話 我都聽不下去 就是因為我們飲度也沒有 可是直接吃 就它是太笨了 怎麼好吃 很久之前我這一次 吃火龍肉的時候 然後我就晚上吃了兩顆 比較淡一點的那個 紅色的那個 然後隔天我上廁所的時候 就發現我都要全部 超級紅色的 像是雪 然後我趕快就打給 我的台灣的朋友說 天啊 你需要趕快到醫院嗎 他說 等一下 你問昨天吃什麼東西 我說那個 我第一次吃這個火龍肉 然後他開始笑 然後我想你趕快把我超級不舒服 我應該去醫院嗎 他說 沒有了吧 如果你以前是那個 紅色的火龍肉 你隔天會 那個你要變成 也是紅色的 沒錯 這是滿可怕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你要去哪裡 我都是超級白色的 真的 你有沒有在玩 你有沒有拍一個影片 你有沒有在想什麼 我只是看過芒果病裡面的 已經貼個好的 或是還沒打 整顆的 對 我從來沒看過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我很期待吃那個芒果 然後那時候我的家人一起來 然後我想吃最大的 因為那樣可以吃到很多狗肉 所以我現選我要這個 然後我 就知道了 他吃要壞了吧 很硬耶 那個咬不動的 我只有吃到那個 紙的方便的 一點點的狗肉而已 對啊 那旁邊最少肉了 對啊 我不知道 中間有這麼大的那個種子 可是它裡面紙越大 可是它裡面紙越大 對 我一樣喜歡吃芒果 我覺得 在波蘭買芒果 超可憐 你們也是進口的 對 也是進口的 也是酸酸的 而且沒有果汁 所以我在台灣第一次買芒果的時候 直接要到它 然後我的食友 連皮一起咬 皮一起咬 我的食友就直接跟我說 蛤 你是笨蛋咧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吃芒果 但是我那時候覺得是沒有錯吧 因為我們在波蘭 吃蘋果 吃什麼水米桃 配爾什麼的 都會吃跟那個皮一起吃 所以我都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那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芒果皮的口感嗎 因為我們都沒吃過 應該是酸酸澀澀的芒果 沒有啊 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你咬到整個 就會感覺到裡面的甜甜的 然後那個汁就在這邊肉下去 所以你現在會削皮的嗎 廢話 其實我還是不太喜歡切芒果 為什麼 因為中間有一個籽 不好切 因為我覺得很麻煩 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還是沒有那麼方便 每次切芒果都要在水槽 旁邊這樣 對 我都想說我 怎麼感覺有點命苦的感覺 就是覺得 這個不想浪費任何一點 而且他留到手這邊 都覺得很浪費 都還是甜的 可是在台灣 你們不覺得 如果跟皮一起吃 不會比較健康嗎 因為 你先幫我們試試看 對 根據統計 台灣吃芒果皮的不超過十個 好 那圖家你也喜歡芒果 圖家今天雖然穿的是哈密瓜 哈密瓜 每個外國人我覺得 因為芒果真的很好吃的東西 像是我有點誇張了 因為你們知道 南部的芒果比較先出來了嗎 比較開始弄了嗎 所以我看到那個台南市長的照片 我一直留言 我一直留言 我說的我叫愛芒果什麼什麼的 兩天之後 兩天之後 他們寄給我一下芒果 我叫芒果 你怎麼太顧問啊 台南市長一直講說 你愛芒果也芒果 對 我好想吃芒果這樣子 不會要回家也要趕快去留言 那我要到台北市長 然後每一個市長 我直接傳給經濟部長 我要錢 我也會 可是你們知道 在台灣現在大家都一直跟我說 可是你孕婦 你不可以吃太多了 不能吃太多了 不能吃太多了 這個是也是這樣的 我去台南 我買了一個剛剛那個一樣的 一個大的 我跟她說 我今天這個時候會吃芒果 她說不行 裡面有毒 你吃的話會光明 臉紅紅的 不能吃超狗的 OK 貝娜 貝娜也喜歡 我也超愛吃芒果 但是 吃芒果比較方便 但是不是每一次你去買芒果 我會找到一些芒果 所以有時候我買一顆芒果 我不喜歡用那個盤子 我就用手這樣切 你不用削皮刀嗎 像蘋果這樣削啊 沒有看過人這樣削芒果 我也沒有 你不會燒下來嗎 你還往自己身體 哇塞 好啦 不要擔心啦 你就這樣 切 直接在那邊 切 對啦 然後再把它翻過來嗎 對啦 對啦 好漂亮喔 你直接這樣子吃嗎 對啊 可是你這樣也是 切到胖子上面就吃 我不相信你切下來 我同學 要練習喔 姐姐有練過的 厲害厲害 掌聲鼓勵 不過我發現有個水果就是 不削皮也很好吃 就是 奇異果 你們有吃過奇異果的皮嗎 沒有 就是那時候我就是 太急了 我很想趕快就解殼 直接就是這樣啃 但是你要先洗一洗吧 這座家外吃過了 嚇死我了 然後這樣吃起來會 就是有纖維的感覺 如果那種綠色的會偏酸 它還有一點苦苦的感覺 可以讓你中和一下 可是我之前看人家不是說 奇異果那個皮上面的毛要去一下嗎 用湯匙稍微刮一下 先幫它刮沙 黃色的那種奇異果它是沒有毛的 那個還是可以直接吃的 我第一次看到吃綠色的皮 可是聽說我覺得綠色的比較好吃 就是有毛的口感比較棒 因為減肥的人常常都會連奇異果的皮一起吃 厲害厲害不用削皮的 奇異果 可以問一下 買台灣的水果為什麼要這個 這個 漂亮啊 要穿裙子啊 防撞吧 對 但是 沒有用了 有用了 根本沒有用 因為它是海綿 所以它不會直接撞到水果 因為像芒果如果撞到它那邊會黑掉 芒果OK 蘋果呢 也是啊 它有一種很硬啊 說真的也很少 我們的水果店也很少看到這種穿衣服的 如果看到那個一定是 進口的水果 一定是比較貴的 可是有一次我記得我去 一家水果店叫台西 很大間 哇它的停車場超大 它24個小時營業 我就想 蛤 有24小時營業的水果店 全部都穿衣服 那我要不要去買 就去看 蛤 這麼便宜喔 其實很多就是這麼便宜 就覺得是 其實也是 沒有我想像怎麼那麼貴 長得很高貴但是不貴 對對對 然後貝那你是不是覺得我們水果攤怎麼開 24小時 對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誰會買水果 我們有時候回家無聊 喝醉酒 如果想吃宵夜的時候也不想變胖 我覺得去買水果也很棒 因為便利商店的水果小盒子很貴 很貴 對啊但是我一直很好奇 為什麼老闆娘不怕人 就是走路的時候會偷偷拿水果回家 因為有監視器啊 因為是台灣 所以不會有這種人 不然是外國人吧 因為我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神明會懲罰你的 對 然後因為我們水果也有禮盒 然後在烏克蘭 我們有這種的水果 哇 但是這個就是 算是生日的時候 我們會送給別人 就是算是蠻高級的 因為他們會放什麼芒果 烏克蘭沒有的水果 芒果什麼鳳梨這樣子 所以你把這種的水果送給我的外婆 然後大家會開心 還有最重要的要有一瓶酒對不對 對啊 對啊 相配 第二條 除了芒果之外還有什麼呢 木瓜 好 雪兒你喜歡台灣的木瓜 我很愛 這是我個人最喜歡的水果 因為我剛來台灣完全不認識這個 然後我的干媽就跟我說 如果你多吃木瓜 你的 就會長木瓜 你的木瓜就會比較大 如果你吃木瓜 沒有用 我有吃 沒關係 好 我跟你們說 你們快運的時候一定會 那個是傳說 那個是怎樣的 德國有 我也是 德國有木瓜嗎 沒有 但是我們木瓜很可憐 是小小然後你把它把它切開都沒有什麼味道 哇 那個裡面的那個就是 我覺得我們 之後就沒有什麼 德國跟波蘭應該是最難過的一件事情 我們進口的水果完全沒有什麼味道 非常不好吃 而且如果是香蕉的話 超酸喔 超酸 我從來都會過敏 現在香蕉也被得罪了 他吃香蕉還會過敏 對啊我在歐洲都不願意吃香蕉 因為真的是會過敏 有發生過 那麼嚴重 然後一到台灣我也是不太願意吃香蕉 結果大家都跟我說這個是台灣的 然後它一整個都是真的是黃色的 不是像綠綠的那個顏色 所以我就覺得好可以吃吃看 結果其實沒有發生什麼事啊 台灣香蕉棒 對啊 雪兒你第一次吃完木瓜以後有沒有很瘋 真的太好吃了 我們德國我們的標準已經很低了 我們都覺得香蕉OK啦好吃 然後你來台灣你就覺得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想到牛啦 對 而且你們都會配牛奶 香蕉牛奶 木瓜牛奶 還有草莓牛奶 草莓牛奶讚喔 西瓜牛奶 這個好奇怪 會嗎 好喝喔 我跟我說你不能牛奶配西瓜 你會拉兔子 我們也是啊 豆腐也是啊 我們配水果跟牛奶不行 所以你現在24小時都可以吃木瓜嗎 半夜可以吃木瓜 24個小時讚喔 我就說真的是半夜醒來 然後突然想吃東西 真的跑去賣木瓜 然後搭配牛奶 就有了 欸 你剛剛都欸 我自己這樣 我自己這樣 好 很健康 我以前也是住在屏東啊 然後我朋友那邊 就是住一段時間的夏天都去了 然後吃芒果 吃木瓜 然後他們那邊賣木瓜牛奶 我們去彰化 我們去屏東的那個 操作夜市啊 我們就在那邊 晚上就切木瓜刷 刷木瓜 所以我少過很多木瓜 所以你現在很厲害了嗎 還可以啊 還可以啊 那我們就現在來示範一下 我今天還不敢大嘴巴 但我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要找一個人來跟他PK一下 好 誰要 當然是我啊 拜託 我是水果女王欸 為什麼 你怎麼突然出現啦 我說被水果女王 好 那我們來看他們 好 那我們讓水果女王跟薛兒 來 好 好 兩位選手已經就定位 你們有信息嗎 有 沒有 沒有 好 那我們就看誰可以下 但是還是要安全喔 不要受傷 記得把肉挖出來到外面這邊 好 洗手放下 那我們計時 開始 加油 Oh my God 妮蔻一樣 妮蔻是小妮的 妮蔻沒有 妮蔻是在幫她去角城 對 然後我們的雪兒已經 已經把她的紙給挖出來了 怎麼辦了 加油 然後我就比較臭一點喔 OK OK 你那個能給人 那個是老婆 你又是給狗牛奶 那什麼鬼東西 雪兒是有些 最簡單最快 我想問一下旁邊這位主婦 你看到他們兩個削芒果 你要暈倒了嗎 我兩個都覺得很難 很難 你等一下 木瓜好吃 拜託 你那個是要餵狗 雪兒這個辦法是在做木瓜牛奶的 對 我也覺得 我平常自己也是像學生 我也是這樣吃啊 我也是這樣吃啊 但是那個家裡有客人 就我們有辦法 對啊 蠻有一個網站坑的 你該削地瓜 你該削地瓜 你該削地瓜是不是好 你該削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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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瓜 不要跟我講話 我怕你不會削喔 慢慢削 歡迎管理 那個是要餵狗吃的好不好 家裡不要太大 雪兒 雪兒真的是 你能為什麼不拍一個強烈點啊 我的東西 不錯 你的刀 我沒有刀 雪兒快完成了 雪兒快完成了 加油 你覺得你那個可以學人嗎 他剛剛沒有欠一張一張 他的皮都沒有削 對不起 你現在在把他剖辦 你剛剛削皮幹嘛 你是給豬子嗎 一個是給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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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削 沒有 雪兒的我要吃 我的媽啊 我的媽啊 小心手 小心手 我看不下去啊 好 雪兒快完成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要個一 不是 小心 沒有公平一點 我再笑一下 我跟你說 沒有人在這樣吃木瓜的好不好 但這樣就不會浪費喔 是 削得好乾淨喔 可以喔 Nicole你知道砧板在哪裡嗎 好喔 好 我們雪兒完成了 我們看一下削多乾淨啊 時間 削得好乾淨喔 他手裡有點醜的 時間 他發出豬叫聲的 時間 2分 25秒 25秒 2分半 OK 然後其實Nicole也是好啦 因為他去插放在盤子上 你們沒有說要切塊吧 是要切塊 有 這樣能夠吃的 但是我剛才很棒喔 剛才呢 我們雪兒呢 把它做完之後呢 她就用上手拉配 然後再把它壓扁 好可惜喔 但是如果是這個跟這個 我比較想吃這個 我也想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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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軟了 你的阿子不會好啊 這個就叫紅蘿蔔了 紅蘿蔔 對 我們來對一下李酋 既然要剖半 為什麼要削皮啊 你這個切塊 就可以拿下來吃啊 奶奶你吃皮嗎 OK 對啊 所以正常木瓜 到底是怎麼削啊 如果是我 我一定是切半 不削皮 先不削皮 用削這個 削水果的皮 削皮比較難削 又皮比較薄會苦 你一定要把它 是我的方式啦 先切半 把紙挖出來 再來剖成四半 然後再從下面這樣 對 對再來切切切切切 對啦 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記得訂閱按讚加追蹤喔 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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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